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 瑞典 林格伦 小飞人 这家的小家伙七岁了 长着一双浅蓝色眼睛 有一个翘鼻子 两只耳朵没洗干净 裤子膝盖上还磨破了 像这样的小家伙多的是 因此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个顶普通的小家伙 哥哥博赛十五岁 喜欢足球 姐姐贝坦十四岁 扎了两根辫子 都是顶普通的人 在这整座房子里 可以说只有一样东西是最不普通的 这就是住在屋顶上的卡尔松 卡尔松是个非常自以为是的胖小人 而且他会飞 他只需一按肚子上那颗按钮 背上那小马达就开动 螺旋桨转动起来 马达一开足 卡尔松就得意而神气地飞起来了 屋顶上卡尔松的那间小屋子 是藏在一个大烟囱后面的 那么一丁点二大的小屋子 谁会去注意它呢 卡尔松在这里过得很舒服 每天晚上 他坐在这小屋子的小台阶上 抽个小烟斗 看着天上的星星 你说奇怪不奇怪 卡尔松就是这么住的 这是一个明朗的春天晚上 窗户开着 白色的窗帘在微风中晃动 小家伙坐在窗边 正想着白天遇到的那只毛蓬蓬的可爱的小狗 它多么喜欢啊 可妈妈和爸爸怎么也不肯在家里养狗 小家伙伤心地叹了口气说 看来一辈子旧的这么过了 狗也没有一只 忽然 小家伙听到一阵微弱的嗡嗡声 嗡嗡声越来越响 只见一个胖小人从窗口飞过 这个人就是住在屋顶上的卡尔松 你好 我可以在这儿着陆一会儿吗 小人飞到窗台上说道 可以可以 请吧 小家伙回答 你是谁 卡尔松问道 我叫小家伙 七岁了 你呢 小家伙说 我是卡尔松 是个英俊的 有文化的壮年男子汉 卡尔松说 小家伙说 你这么飞男吗 卡尔松神气地说 对我来说一丁点儿也不难 因为我是天下第一的飞行大王 说着 卡尔松从窗台上跳下来 顺手从书架旁边拿下一架玩具蒸汽机 咱们来开动它吧 他一边说着 一边朝里面倒进变性酒精 扑扑扑 蒸汽机开动了 声音响成一片 就像开足玛丽似的 卡尔松眼睛都亮了 小家伙真为认识卡尔松而快活 好 小家伙 这声音发得一点不赖 这我很清楚 我是天下第一的蒸汽机专家 卡尔松话没说完 一眨眼功夫发出一声很响的爆炸声 蒸汽机没有了 碎片飞了一屋子 我的蒸汽机 小家伙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 这是小事 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上面有几千架蒸汽机 我给你一架更好的 卡尔松安慰小家伙 小家伙擦干眼泪 动手打扫地板上的碎片 卡尔松说 来不及见你爸爸了 我得赶紧回家 说完 他按了按肚子上的按钮 马达姑姑响 卡尔松又朝窗外飞去 妈妈建屋里满地碎片 生气地说 会把你炸死的 懂吗 我懂 可住在屋顶上的 卡尔松是天下第一的 蒸汽机专家 他还会飞 尽管小家伙说得很认真 可谁也不信 妈妈还说如果卡尔松再来 要揍得他忘不了 小家伙觉得打蒸汽机专家 太可怕了 这天 小家伙正在他房间的地板上 津津有味地看书 一阵嗡嗡嗡 卡尔松像之大蜜蜂似的 飞进屋子里来了 他轻轻哼着一支快活的小曲 在天花板底下打了几个转 他从挂在墙上的一幅幅画前面飞过 每飞过一幅就放慢一次速度 想看看清楚 这些画很好看 卡尔松歪着脑袋说 当然没我的好看 我有几千幅 你要知道 我自己空下来就画小公鸡 小鸟 煎肉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 卡尔松像条猎狗那样东闻西秀 肉丸子 我最爱吃香喷喷的小肉丸子 快去拿 光看画薄不了肚子 小家伙飞也四地跑进厨房 对妈妈说 好妈妈 请给我在盘子里放几个肉丸子 我把它拿到我的房间里去 吃过饭我再告诉你这个秘密 好吧 妈妈在盘子里剩了七个肉丸子 诺 拿去吧 我来了 卡尔松 小家伙一面叫 一面推开门 可卡尔松不见了 他走了 小家伙很是失望 呲 呲 只见床上被子的下面有一团东西在动 接着 从被子底下探出卡尔松那张狡猾的脸 卡尔松一看见小家伙手里的小盘子 马上把肚子上的按钮一按 飞到那盘肉丸子旁边 他一面飞一面抓了个肉丸子 得意的大嚼起来 呱呱叫的肉丸子 卡尔松大叫起来 这是天下第一的肉丸子大王煎出来的 说着 又向那盘肉丸子俯冲过去 小家伙吃饭 厨房里传来妈妈的声音 小家伙把盘子放在地上 对卡尔松说 你要答应一定等我 然后他拿出一盒建筑积木放在地上 说 你爱搭什么就搭什么 这还要你说 我是天下第一的建筑大王 卡尔松兴高采烈地搭起积木来 饭桌上 妈妈 爸爸 哥哥 姐姐都围坐下来准备吃饭了 小家伙跑到自己的位置上 妈妈 你答应我一件事吧 爸爸 你也答应我 小家伙要求道 妈妈只好说 好吧 小家伙接口说 你们答应 对住在屋顶上的卡尔松 绝对不提蒸汽机的事 吃完饭 小家伙带头走 大家跟在后面 小家伙拧开把手 推开了门 卡尔松不见了 真的不见了 哪都没有 地板上是用积木搭的一个很高很细的塔 塔顶上还加了个东西 显然算是圆顶 在最上面的一块积木顶上 搁着一个圆圆的小肉丸 大家都走了 小家伙一个人站在房里难受极了 这时 他听到了一阵妙极了的嗡嗡声 转眼功夫 卡尔松飞进窗来 卡尔松看见气好的积木高塔给毁了 肉丸子也不见了 坐在板凳上升起气来 我简直要发火了 小家伙怯生生地站在一旁 不知该怎么办 小家伙不愿意让卡尔松生气 找出自己非常喜欢的手电筒送给了卡尔松 卡尔松拿着小手电筒 来尽了 好啊 黑夜里我回家的时候开亮手电筒 不用怕黑了 再也不会迷路了 看到卡尔松又高兴起来了 小家伙也十分开心 卡尔松想见见小家伙的妈妈和爸爸 小家伙遗憾地说 他们看电影去了 只有姐姐和他的男朋友 我很想看看那男孩子长得怎样 可我刚才发过誓今晚不见姐姐 卡尔松一听就拉了床被子盖到头上 又把小家伙也拉了进来 他俩打亮手电筒 高兴地挤在一起 被子像顶帐篷一样 卡尔松高兴地说 你姐姐可没说他不想在客厅里 看见一个帐篷 何况这帐篷里点着手电筒 小家伙跟着卡尔松朝门口移动 卡尔松伸出一只胖小手 轻轻开了门朝客厅走去 客厅里没点灯 卡尔松关了手电筒 他俩敲眉声耳地向客厅的沙发移动 只有几步了 可姐姐和他的男朋友一点也没发觉 这时候 手电筒耀眼的光一下子亮起来 照亮了姐姐那位男朋友的脸 他吓得跳起来 姐姐吓得惊叫了一声 这是我讨厌的弟弟 我来教训教训他 姐姐生气地说 小家伙这时笑得肚子都痛了 轰隆一声 卡尔松走得太急 绊倒了什么东西 在地板上摔了一大跤 就在姐姐快要抓住他们的时候 他们手忙脚乱地 爬起来直往小家伙的房间冲去 他们得救了 门在姐姐鼻子前面趴搭关上了 卡尔松赶紧把钥匙一转 他俩高兴地笑起来 天下第一的逃走大王就是我 卡尔松得意地叫道 姐姐气得在外面拼命锤门 要不是姐姐那么生气 他本该听出来 这是两个人在笑 卡尔松约定小家伙今天一起上屋顶 小家伙等啊等啊 等了个没完没了 正当他开始失望时 一阵熟悉的嗡嗡声有远及近 卡尔松正朝窗户这边飞来 我都等急了 小家伙又惊又喜地说 卡尔松走到金鱼缸旁边 缸里五颜六色的金鱼游来游去 他把脸浸到水里 大口大口地喝水 小心我的金鱼 小家伙叫起来 生怕卡尔松一不小心 把这几条金鱼给吞了 我发高烧了 我是天下第一重病人 多么需要一个大蛋糕 鸡和饼干 一堆巧克力糖 卡尔松充满希望地说 你的做我的亲妈妈 小家伙很愿意 可做亲妈妈就得把储蓄盒里的钱都掏空 于是 他用小刀从储蓄盒的缝里挖出那些硬币 小家伙马上跑到隔壁铺子 拿出所有的钱买蛋糕 水果糖和巧克力糖 当他把全部家当交给店员的时候 忽然想起他这些钱是积蓄起来买狗的 不禁重重叹了口气 可他马上想到 决定要做卡尔松的亲妈妈 就不能要狗 小家伙几个口袋装满了糖果回到家里 小家伙很快就要和卡尔松飞到屋顶上去了 他在一小片只给妈妈和爸爸写了张字条 我在上面 到住在屋顶上的卡尔松那儿去了 这时 卡尔松准备好起飞了 他一按肚子上的按钮 马达立刻明明响起来 快骑上我的肩膀 卡尔松说 咱们这就起飞了 当真不假 他们飞出了窗口 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卡尔松先在附近的屋顶上转了个小圈 试试马达零不零 马达扑扑响得很均匀 因此小家伙一丁点儿也不怕 最后 卡尔松在他那个屋顶上着陆 你自己找吧 看你能不能找到我的屋子 卡尔松说 在一个烟囱后面 小家伙忽然看见了一间很讨人喜欢的小屋子 有绿色的百叶窗和一个小台阶 小屋子门口盯着一个小牌子 上面写着 住在屋顶上的卡尔松 卡尔松把门敞开 嘴里说着 欢迎亲爱的卡尔松 还有你 小家伙 他跑进屋子后 冲到墙边一张红色木头沙发上 马上躺下 因为我是天下第一重病人 卡尔松说 小家伙跟着跑进去 他已经好奇的受不了 卡尔松的小屋子里非常舒服 这一点小家伙马上看到了 可蒸汽机放在哪里呢 你的蒸汽机呢 小家伙忍不住问了 我的蒸汽机吗 一下子全炸了 都怪安全阀不好 卡尔松说着 抱着头身吟起来 你已经打算做我的亲妈吗 那就做吧 小家伙按照卡尔松开的药方 巧克力糖 水果糖加饼干配了甜蜜药粉 用池子一池一池喂给卡尔松吃 这种药看起来很可口 小家伙也真想生病了 半分钟后 卡尔松满面红光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我退烧了 我要告诉全世界 卡尔松的配方能够退烧 过了一会儿 卡尔松说 咱们上屋顶走 走吧 在那儿咱们会找到点事做做 小家伙高兴地同意了 他拉住卡尔松的手 两人一起走到屋顶上 天开始暗下来了 周围看上去非常美丽 天空湛蓝 做做房子那么神秘 公园一片浓绿 在屋顶散步的确有趣 就是太危险 房子之间有条宽缝 小家伙差点二掉到缝里去 直到小家伙的脚 已经要滑下屋檐的最后一刹那 卡尔松才一把抓住他的手 小家伙已经不想往前走了 他的心蹦蹦跳得很厉害 他们准备另外找点什么好玩的 这时他们听到不远处传来婴儿的嘶哑的提哭声 又悲伤又孤独 就顺着屋檐爬到传出哭声的窗子前 卡尔松见是一个没人照看的吃奶娃娃 便立刻飞到窗台上面 大声宣布道 放心吧 天下第一的好保姆卡尔松来了 卡尔松走到小娃娃的小床边 用他那只胖乎乎的食指摇他的下巴 普溜普溜普溜 卡尔松得意的把小娃娃抱起来用手摇着 小娃娃开始由于惊奇 停止了哭 这时却哭得更厉害了 卡尔松用力的摇着说 你听见我跟你说什么了 普溜普溜普溜 懂吗 小家伙从窗子爬进来 见小娃娃放开嗓子大哭 就接过来抱 他很爱小不点儿 好多次跟妈妈爸爸说 要是一定不肯买狗 那就送他一个小妹妹吧 不要哭 小不点儿 小家伙说 你真可爱小娃娃停住了哭 用眼睛看看小家伙 张开眉牙的嘴微笑着 小家伙见小娃娃拼命用嘴唇吻他的食指 想是他饿了 卡尔松看看食品柜说 只要卡尔松拿来香肠和土豆 世界上没有孩子会饿死 小家伙认为要喂牛奶 可柜子里没有呀 放心吧 放心好了 卡尔松说 我飞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说着飞出了窗子 飞了好一阵 卡尔松来到了郊区 奥斯泰尔马尔姆的一个阳台上 阳台上的冰桶里 放满了一瓶瓶的牛奶 卡尔松拿了一瓶 他心想 我给吃奶的小娃娃拿一瓶牛奶 他们只会高兴 然后又急匆匆地召回飞去 小家伙一个人在屋里 可真吓坏了 他想 万一小不点二的爹妈回来 该怎么办呢 正想着 卡尔松飞来了 他神气得像只大公鸡 手里拿着一个小奶瓶 奶瓶上有奶嘴 小家伙十分惊奇 他赶忙接过奶瓶给小娃娃喂牛奶 小不点儿吃饱了牛奶 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睡熟了 在离开这之前 让我们开个玩笑吧 卡尔松说着 走到食品柜前 取出盘中仅有的三片香肠 把第一块挂在门把手上 第二块挂在瓷白鹤嘴上 最后这块塞到睡熟的娃娃手中 我这是教训教训他的爹妈 卡尔松神气地说着 突然 传来上楼梯的声音 他们回来了 小家伙低声说 放心吧 放心好了 卡尔松说着 把小家伙往窗口 这时候 钥匙已经卷进钥匙孔 他们手快脚快 一转眼 飞出了窗子 上了屋顶 门打开了 小娃娃的父母进屋来 小宝贝自己睡了 妈妈高兴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小娃娃的妈妈爸爸惊奇地发现 那可爱的小宝贝的小手里 还捏着一块香肠粒 你想看看流氓吗 卡尔松刚刚透了口气 又问小家伙 我们这顶楼里住着两个第一流的流氓 卡尔松说的好像这些流氓是他的什么东西似的 小家伙挺怀疑 可他很想见见他们 于是他跟着卡尔松顺着屋檐爬到了一个挂着帘子的窗子前 那窗户被帘子遮住了 卡尔松找到了一个小窟窿 可以看见整个房间 只见房间里两个流氓正在大吃大喝 他们一个叫吕勒 一个叫菲勒 桌子边坐着一个戴红领带的老实可爱的小伙子 他们准是想骗这个小伙子的钱财 卡尔松肯定地说着 吕勒和菲勒不时亲热地拍拍他们这位客人的肩膀说 我们遇到你 这多好啊 亲爱的奥斯卡尔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们 初次进城 总巴望找到忠实可靠的朋友 要不 碰上骗子 一下子就给骗了 两个流氓连连说 当然 当然 这时 吕勒装着亲热 上前去拥抱奥斯卡尔 正在这时 菲勒把手插进奥斯卡尔的后裤带 掏走了一个皮夹子 塞进自己的后裤带 拥抱小伙子的吕勒 也趁机把奥斯卡尔的表拿走 装进了后裤带 奥斯卡尔简直一点也没有发觉 就在这一刹那 住在屋顶上的卡尔松 小心地从窗帘下伸进一只胖乎乎的手 从菲勒的后裤带里 悄悄掏出那皮夹子 又从吕勒的后裤带里掏出了表 这两个流氓只顾吃喝 一丁点儿也没有察觉 正当大家又吃又喝的时候 菲勒将手伸进自己的后裤带 突然发现皮夹子不见了 于是他狠狠地看了看吕勒 说 喂 吕勒 咱们有事地谈谈 正在这时 吕勒也发觉自己后裤带的表没有了 于是也狠狠地看看菲勒 说 走吧 我也有话跟你说 菲勒和吕勒出去了 只剩下奥斯卡尔 他做得不耐烦 也走出去看看他的新朋友 这时 卡尔松飞快地跳过窗台 把皮夹子放进一个喝干了汤的大碗里 至于那快表 他把它挂在十分显眼的灯上 卡尔松和小家伙钻到桌子底下 桌上的台布一直垂到地面 三个人都回来了 奥斯卡尔一进门就吃惊地叫起来 瞧 我的表在灯上晃来晃去 表怎么会到那儿去的 他走到灯前 拿下表来 放回自己的上衣口袋里 没错 我的皮夹子是在这儿 奥斯卡尔看看汤婉 又叫了一声 多奇怪 吕勒和菲勒惊讶地看看奥斯卡尔 接着他们又重新坐到桌子旁边 互相拍拍肩膀 又吃喝起来 过了几分钟 菲勒掀起台布 把奥斯卡尔的皮夹子扔在桌子底下 菲勒认为皮夹子在地板上更保险 吕勒也悄悄地把表扔在地上 坐在桌子底下的卡尔松把皮夹子拾起来 塞到吕勒的手里 又把吕勒刚放到地板上的表 拾起来放到菲勒手里 我的皮夹子和表呢 奥斯卡尔叫了起来 转眼功夫 这两个流氓又把皮夹子和表放到地板上了 他们怕万一警察来了会把他们捉去 奥斯卡尔这时发火了 大声嚷道 把东西还给我 菲勒于是叫起来 干嘛我要知道你把你那个臭皮夹子搁哪儿去了 吕勒也补上一句 我们可没见过你的脏表 你的东西该自己看好 这时候 卡尔松把从地板上拾起的皮夹子和表 全塞到奥斯卡尔手里 奥斯卡尔一把抓住自己的东西 叫了起来 谢谢你 好菲勒 谢谢你 好吕勒 下一回可别这样跟我开玩笑了 这时 卡尔松很命地在菲勒脚上踩了一下 为了这件事 我要回敬你的 吕勒 菲勒叫道 就在这同时 卡尔松又在吕勒脚上狠狠地踩了一下 吕勒痛得哇哇大叫起来 两个流氓跳起来 你一拳我一拳的 所有的盘子都掉在地上打破了 奥斯卡尔下得把皮夹子和表塞进口袋就走了 菲勒比吕勒力气大 他把吕勒朝门外拉 要彻底收拾他 吕勒嘴里不住地叫道 你怎么了 发疯了吗 你干嘛打人啊 卡尔松和小家伙乘机赶快从桌子底下爬出 拔起腿就冲到窗口 很快爬到外面屋顶上去了 菲勒和吕勒回到房间里 菲勒问道 你这笨蛋 干嘛莫名其妙地把皮夹子和表还给他呢 你怎么 赖账了 吕勒回答说 这可都是你的 卡尔松听见他们对答 哈哈大笑 笑得连肚子也抖动起来 好 今天开心够了 当卡尔松他们快要走到小家伙家的屋顶时 忽然看见下面一辆救火车乌乌地拉响警笛 在街上飞野四地开来 也许就是你家 卡尔松用求之不得的声音说 你只要马上跟我讲一声 我很乐意去救火 因为我是天下第一的消防队员 他们从屋顶上看到救火车就停在大门口 围了一大堆人 可哪儿也没有看见火 忽然 救火车的长梯子向屋顶很快地升起来 他们也许是来找我的 小家伙慌忙问了一声 一下子想起自己在房间里留下的字条 现在时间很晚了 小家伙想起妈妈一定很着急 跟消防队员们稍微开开玩笑道不坏 卡尔松饶有兴趣地说道 可小家伙不想再开玩笑了 卡尔松说 那好吧 他和小家伙说了声再见 一蹦一跳离开了 你可别告诉他们我住在这里 因为我是天下第一的消防队员 有事他们会找我 卡尔松回头说 消防队员上屋顶把小家伙抱着往下走 是妈妈叫你来的吗 小家伙问他 对 是你妈妈 我觉得屋顶上刚才好像有两个小孩 消防队员边用眼睛四面打亮 小家伙想起卡尔松离开时求他的话 于是认真地回答道 没有 这儿没别的小孩 消防队员终于把小家伙从屋顶上抱了下来 小家伙的妈妈 爸爸 哥哥 姐姐还有许多人都在街上等他 妈妈向他扑来 抱住他 亲他 又哭又笑 接着爸爸上前拉住小家伙 把他紧贴在身边 姐姐在一旁流着热泪说 再别这样了 你记住 再别这样了 小家伙回到家上了床 全家团团围住他 就像今天是他过生日 可爸爸很严厉地说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要急死吗 难道你不知道妈妈要伤心痛哭吗 万一你从屋顶上摔下来 这怎么得了 小家伙在被窝里缩成一团 咕噜着说 哎 你们担心什么呀 夏天到了 学校的课上完了 家里准备打发小家伙到乡下奶奶家去 可是他走之前还有一件大事 要过八岁生日了 生日的前夕 卡尔松来了 小家伙告诉他 不准备邀请他来过生日 因为妈妈太生他的气了 你不请我 我就不再跟你好了 卡尔松撅着嘴 小家伙第二天早晨醒来 坐在床上等大家来送礼 房门开了 全家人都来向他道喜 把一个托盘放在他面前 托盘里有一个点着八只蜡烛的大蛋糕 还有四包礼物 小家伙拆开一个小包 里面有只玩具手枪 他砰 砰的开了几枪 小家伙亲热的拥抱了妈妈 这一天过得很慢 谁也没送来新的礼物 不过最后小家伙还是收到了一件哥哥姐姐送的东西 原来是一只黑色长毛绒小狗 小家伙把这东西扔到墙角 泪珠像断线的珠子朝下滚 你们知道我多么巴望着要一只真狗 你们 他哭着说 小家伙跑进自己房间 扑倒在床上 哭得浑身哆嗦 他看见妈妈 哥哥和姐姐这时都围在他的床边 更是把脸深深的埋在枕头里 他听见妈妈去打电话 也听见爸爸回来了 可他只管哭他的 不 小家伙现在已经永远不会快活了 这时前厅传来汪汪声 小家伙真不敢相信是狗叫 他在床上一下子坐起来 这是什么 是狗吗 真的狗 对 爸爸说 是狗 是你的狗 他叫宾伯 哥哥跑到前厅抱进来一只短尾挨角小狗 小家伙紧紧抱住小狗 怕他变成一盆烟 消散了 小家伙的生日过得非常快活 妈妈给他在桌上放了一块点着八只小蜡烛的大蛋糕 又拿来了许多好吃的东西 然后走出了房间 现在小家伙有宾驳了 可他还是非常希望卡尔松来跟他一起过生日 忽然窗外传来了熟悉的马达声 卡尔松来了 小家伙多高兴啊 妈妈 爸爸 哥哥和姐姐来看小家伙怎样过生日 爸爸推开门 妈妈第一个惊叫起来 因为他第一个看到一个胖小人坐在小家伙身旁 这个胖小人满嘴直到耳边都是奶油 我这就要昏倒了 妈妈说 爸爸 哥哥和姐姐张大了眼睛 一声不响地站着 爸爸 你看 卡尔松到底上我这儿做客了 我的生日多美呀 小家伙兴奋极了 胖小人用手指刮掉嘴唇上的奶油 使劲地像妈妈 爸爸 哥哥和姐姐挥他的小胖手 你们好 他叫道 我是卡尔松 住在屋顶上的卡尔松 说着 高兴地拿了一大块蛋糕 咱们走吧 妈妈轻轻地说 对 还是请走吧 要不我在你们面前要害臊的 卡尔松说 这时 爸爸对大家说 咱们永远不对任何人讲起刚才看见的事情 万一有人相信 就会提出一大堆问题 叫我们一辈子不得安宁 大家保证永远不对任何人讲这事 卡尔松坐在窗台上 正准备好了起飞 亲爱的 亲爱的卡尔松 当我从奶奶家回来的时候 你还照旧住在屋顶上吧 一定住在屋顶上吧 小家伙依依不舍地问着 放心吧 放心好了 再见 亲爱的小家伙 说着马达开动了 卡尔松飞走了 宾伯在小家伙床边的篮子里睡着 小家伙弯下腰 用他被风吹得粗糙的小手 抚摸着他的头 咱们明天上奶奶家去 好宾伯 你安静地睡吧 明儿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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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